大家好 连续两天参与了蓝鞋的活动 拍了很多的照片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去的这两个蓝鞋都是离家比较近的 第一个是Eastwood蓝鞋 地址我会打在下面 第二个是North Shore蓝鞋 Eastwood蓝鞋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的晚上 North Shore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的晚上 大概持续三个小时时间 每次例会大家都会把蓝花拿过来进行评比 每个类别都会评比出一二三名 到年底的时候根据排名来积分 根据积分的多少会有最终的一个年底的奖励 我觉得参与蓝鞋有这么几个好处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提高自己蓝花的鉴赏能力 就是平常有的时候看一朵花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拿到蓝鞋里跟同样的花 跟其他人一起比较的话就会看出区别了 为什么他的能得奖我的得不了奖 这都是有一些说到的 所以通过蓝鞋的例会进行评比 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能让自己的花开得更漂亮 第二个好处就是能认识更多的品种 之前没参加蓝鞋的时候只认识几种蓝花 到了蓝鞋以后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蓝花 才知道原来蓝花的世界这么大 大家能够把各种各样的蓝花都能养好 所以自己对蓝花的兴趣和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了 第三也是能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都是蓝花爱好者 有非常多的共同的语言 第四就是想买到你心仪的花更容易了 一个是蓝鞋会举办一些售卖的活动 你可能花到很少的钱就能买到非常便宜 而且品种非常好的花 再有一个就是 使花友之间也可以互换 第五就是每次蓝鞋都会找一些有经验的养蓝人 来给大家传授怎么样养各种各样的蓝花 都是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 是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途径 第六就是即使你不参加比赛 过来欣赏一下其他花友的花 也是非常心情愉悦的一件事 所以是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好地方 还没有参加蓝鞋的花友有没有心动呢 可以在家的附近找一个就近的蓝花协会 先去参观一下体验一下 上网搜索NSW Orchid Society 就能找到一个列表上面有所有蓝鞋的地址 还有开会的时间 目前加入两个蓝鞋一年多了 确实收获是非常大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蓝鞋 好,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今天把你带在这个艺术 bullet